很高興再度站在這個舞台上 這是我第二次來參與這個正獎的典禮 參加這個典禮其實是第三次 其中有一次是來靜靜地坐在偏僻的角落在觀禮 兒子得獎 林中山文學獎辦到現在 我想它累積的文學的厚度 我想這個大家大概都有共識 我這次因為特別把林中山文學獎過去名單整個也看了一遍 上了基金會的網站 然後把這個有一些我不太認識的朋友盡可能去查一下 他得獎到底差不多多大的年紀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資料裡面 今年這個我們得獎的年輕的朋友裡面最最最年輕的是 已經到了1997年出生 1997年出生的今年大概如果十歲的話大概差不多二十歲吧 江山帶有才能說 我要出門的時候跟我兒子說 我一直覺得你非常非常非常年輕 我兒子是1983年出生的 我就跟他講說 現在1997年出生的作家都登上文學舞台上 長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就屎在沙灘上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無情的 文學就必須靠你的堅持 我這幾天因為兒子同時編了一本書 我那個兒子叫做《百年降生》 我那個兒子叫做《百年降生》 全部是1980年代 其中有五位得過《百年降生》文學獎 而這五位他們到今天累積的文學的成就 我們都大概也可以公認沒有問題 他會繼續走下去 因為他個人作為一個創作主體的那個堅持 至少已經十幾年了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 背後其實有一群他的社群 那這些社群就變得非常重要 比如說像今天很多來自於斯文八方 來這個地方等待很緊張的等待 揭曉然後領這個獎 其實他們都可以成為一個文學的社群 彼此之間可以互相切磋 互相打氣 文學這條道路不是光鮮亮麗 文學這條道路 今天來這個地方領獎非常高興 其實領不到獎的機會 時間也有次數也非常多 投稿沒地方寫 必須在自己的臉書裡面默默的寫的情況 其實還是很多 那我今年參加這個詩歌的這個 新書的這個部分呢 我也覺得非常高興 因為看到了很多這些作品 我也看到的那個數目字 總共新書投稿的有五百多件 這個非常可怕的數目字 這表示這個獎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家關心的 文學獎本來就是一個文學的競技場 在這個平台上 你的本事 用文字呈現出來 那麼多的專業各位可以看 從初省到副省到絕省 五百多件裡面到最後 到了我們手上剩下十五件 這十五件 最後要選出五件 各位想起的實在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這一次得獎的作品 我們剛剛揭曉了以後 我們知道 第一名的作品 非常的親切 非常的溫暖 去寫 我們看起來就是一個老阿嬤 不認識 開始在認識 那這樣的一種作品 非常感人 他用朱英吳浩 連串起 整個一生一個女人的故事 然後他的下一代 年輕的一輩 跟他之間進行一場對話 非常有巧思的一個作品 那第二篇我們看到的也是 從母親寫給孩子的作品 那這個作品其實也是非常精采 有兩首 一首是這個孩子出生 那主要的意象就是水 從養水 然後到最後給孩子洗澡 也是水 整個用水去串起的一個意象結構 那這個詩 讀起來非常感人 那其中第二首是 孩子成長過程當中 怎麼樣去帶著他 開始認識這個環境 認識這個社會 我們剛剛強生把這個詩 念的一遍好像是一個很完整的東西 有一個結構在裡面 事實上我們也看到了這樣的一個結構 我還特別畫了一個 我畫了一個圓圈 畫了一個圖 從朱英練習到給孩子說 到菜鳥 你孩子出生以後會慢慢成長 到最後你要自己讀自己生活 你要面對殘酷的人生 當著一個菜鳥實際上是非常辛苦 那那個作品呢 把那個痛苦 把那個無奈 把那個心酸 寫得非常的貼切 逼準 後面這兩首 後面這兩首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 共成 共成 我想在人生當中 你可共成的機會很多很多 有時候你共成的是好友 有時候你共成的是 不知道是什麼人 可能背後有一群妖怪在那個地方 那這整個來說就是一個汽車 整個開動速度加快不斷在奔跑的這個過程 這是個很辛苦的人生 十六花寫的就是被無情的政治力所壓迫 然後要去對抗的一種狀態 我覺得非常能夠反映出我們整個人的處境 從出生一直到了年老 到了年老都還要學習 簡單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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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